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FB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郭俊贤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感受到 我们已经进入到 六月的第一周了 那基本上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好像特别的热 然后我们最近也要想说 为什么该下雨又不下雨 该有没雨又没没雨 我们又在那边起雨 等待着下雨 那这个在二十四节气里面 我们称之为盲总 盲总 那这个二十四节气 好像大家也慢慢发现 它好像变成是一个文青名词 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的气候变迁 古人留下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节气 好像也渐渐的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预期当中 所以呢 夏至还没到 可能大家都已经热的 要开冷气 然后一边开冷气 还要开个电风扇 来帮助自己散热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到 就是说 我们工业化 还有人类活动 我们也常说 人类搞不好就是 地球上最大的一个污染源 所以呢 会造成所谓的气候变迁 还有自然的一个反扑 所以基本上呢 接下来就有很多人开始倡议 所谓的永续发展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呢 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 来聊一聊 这个永续的发展 那特别在永续里面 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介绍 一个很特别的名词 叫做ESG 三个英文字 那这三个英文字呢 大概会是在我们今天一个 节目里面的一个主轴 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个 专家中的专家 那很荣幸我们邀请到 我们第一位来宾 是我们国立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 王静丽副院长 王副院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以及各位FB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第二位呢 也是我们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工学院的副院长 赖俊吉赖副院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两位 一位是管理专长 一位是工程专长 那各位听众朋友 也不难发现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除了跟大家讲ESG 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以外 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说依据大家在企业馆里面 在工程上面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那首先我们来提一下 什么叫做ESG 所谓的E呢 就是环境 就是环境 那S呢 就是社会 然后呢 G呢 就是治理 那其实这样讲完之后 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完 自己没啥啥 ESG 那环境 社会 治理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迫不及待 我们尽快来问一下 来那个王副院长 我想请教一下 你可不可以从管理面 来跟我们提一下 什么是ESG 管理面的ESG 好 那其实 因为以前呢 对于企业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个企业 是不是一个优良的企业 我们都是看说 企业的财报啊 获利啊 这些好不好 可是问题是呢 企业现在要负的责任 就是越来越重 所以呢 对于企业 他如果说 他有兼顾到 他的环保 兼顾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后呢 兼顾到企业 他的这个呢 公司治理 这几个面向 ESG 这三个面向的话 我们呢 就会 这个呢 给这个企业的这个呢 评价呢 会觉得 他是更优质的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 所以呢 这个当然 企业在这个 这三个面向的管理来讲的话 好 所以环境的保护的管理 或者是对于这个呢 S方面 就是他的社会面的 老公的权益啊 工作环境啊 平权啊 跟客户的良好的关系等等 还有怎么样去回馈 我们的社区 社会等等 那公司治理 就是企业经营面的 比如说 维护股东的权益啦 保证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供应链的管理 很重要的是 像这个资讯的透明 公开 以及在商业经营上呢 就必须要 做出很多 合乎 这个伦理的 这样子正确的 这些的 治理的行为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 王副院长 跟我们提到的 就是说 以前我们就看 这个公司赚不赚钱嘛 很干净利落 你如果今天呢 有赚钱 这个好公司 但是呢 基本上 现在就不是这样哦 他这个公司 有没有尽到 他本身 应该有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 他不能偷偷的 去排放一些污水 有没有好好的去处理 在这个环保议题上面的 一些问题 垃圾有没有乱丢 等等这些 那当然各位也知道 工厂或者是企业也好 他们丢出来的垃圾 都远比我们还要严重 那另外呢 又提到就是说 所谓的劳工权益 那有没有去照顾到 还是说 男女有没有平等 有没有职场上的一些状况 那最后呢 就是说 我们在跟利害关系人 所谓的利害关系人 基本上可能就是说 跟这个公司 有相关印的一些人 有没有照顾到 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个面向其实蛮管 就是已经讲到 整个方方面面 那刚才又提到一个 所谓的说 环保的部分 我就不禁联想到说 在这个 一环境的部分 其实以前 我们就一直在讲 环保环保环保 那这个环保是不是 请我们的 赖副院长来跟我们提一下 就是说 这个跟我们的工程 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谢谢主持人 其实ESG 它这三个字 它涵盖的面很广 刚刚提到 它是有环境 社会跟公司治理 其实它就像一个 企业的见检报告书 它是评估 这个企业从内到外 它刚刚也提到说 创造利润 而且要照顾员工跟股东 它还要承担社会责任 来达到永续经营目标 当然 它这个ESG 有几个综合的绩效 当然是从环境面 社会面 跟这个治理面 那从环境面来讲 它很多 那我们举例说明 譬如说它营运流程 它流程是有符合 这个环保的需求 有时候你的营运流程 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事实上会制造很多的 不需要的东西出来 那还有现在在谈再生能源 你是不是有好好去 善尽责任去使用再生能源 尽可能的使用再生能源 那在这样子的观念之下 你对气候的治理 有没有同样的感同松 深受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现在的节气 跟我们在皇帝上看的 差异很大 那当然最重要 以工程的角度 你在整个流程上面 也会做温室气体的盘查 我想盘查是第一步 这个你要先了解自己 目前处于什么状况 你才知道 你们公司的营运 或是企业营运里面 哪一边是最大的凶手 什么凶手 制造排碳的凶手 那再进来才进入你的碳管理 那碳管理当然要经由 知识面 行为面 还有态度面才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讲的资源 我们看前一阵子高雄缺水 到现在我们的水库 还是不够的 虽然说下了几天雨 但是还是不够的 所以水资源管理 在公司面 甚至在我们学校里面 都有做节水 还有水再生利用 尤其这几年 这个气候不稳定 这个水 往往是 要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甚至有时候来得太多的时候 那个着度太高 也不能用 所以很多企业 它是把这个 它的废水处理系统 产生的水 进入中水系统 让它的 致癌水使用量 慢慢降低 减少负荷 那当然 我们这个资源面 就是废气物管理 尤其你看 这些贵重金属 如果能循环使用 就不用一直开发 就不用一直开发 那当然 这中间要透过 很多的方式 来了解它 就是环境绩效的考核 这如果不考核 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来做什么 好像我们在减肥一样 每天都要量体重 那量量量量 你才会警惕 才知道说 我到底每天做些什么 那当然这个 很重要一件事情 气候变迁面 最重要就是能源使用 那我们能源 使用的效能又如何 所以现在智慧电表 还要去盘点 当然节能又可以省钱 我想省钱 对大家荷包是很重要 对公司营运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 这个里面还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公司营运 你是否用的是绿色金融 那跟绿色消费 那我想这个绿色金融 我想这个 我们再谈 但绿色消费 你们是不是可以买到 有标章的 或是这个在采购链里面 是用有绿色消费 我想测试以环境面 那刚刚主持有点名到说 我们以环境的立场 那我再带 以这个综合绩效的指标 来做以上的介绍 这个我们内副院长 只要一开口 微微道来 这个部分 我想等一下 我们慢慢 就这里面的内容 一个一个再来请教 那我其实在这里 又想到另外一个名词 因为我们常常就 在这个永续 或者是在这样子的议题里面 这也可以算是当代一个大浪潮 所以各位 各位可能听众朋友 你未来可能除了ESG以外 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个 所谓的SDGS 那SDGS呢 其实简单来讲 它从英文去翻译过来 它叫做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这里面有17项的一个指标 那我想请问两位 这个部分跟我们ESG 有没有相关联的地方 感觉ESG好像很大很满 但是SDGS又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好像规范 这个可不可以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帮他们科普一下 好 那回应一下主持人刚刚的提问 其实我们人类社会 尤其是国际社会 这个其实因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 这个环保啊 然后人权啊 永续发展这些的议题 所以联合国开始这个 大概这个自从1999年 183个国家签订了这个 这个精度议定书之后 那所以我们开始重视环保这些议题 那但是为了只签了一个 这些议定书 后来有817后协定 等等这些的国际的公约啊 协定啊 可是这些还是不够 所以呢 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 就为了我们人类的下一代的生活 还有人类的延续 所以就开始倡议 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个SDGs 这样子 那其实他的目标 下面他还有更细的目标 但是这些东西呢 有很多 其实跟我们现在 关里面强调这个ESG 有蛮多是吻合的 所以如果是说 企业想要这个去做ESG的话 然后写ESG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这个呢 已经很明确的联合国的这个 SDGs里面的这些指标 挑几个跟你们企业有相关 容易做到 或者是容易达成的 那就可以 其实企业最早 最早都是先做这个CS 就是企业社会社会这一块 但是呢 SDGs的目标又更多了一些 那所以当然这里面呢 就会有刚刚我们一直 从一开始在讲的 环保啦 社会啦 以及治理等等 这些的面向 所以简单来讲 ESG是涵盖我们把永续的观念 假设啦 切成是三大块 那如果各位还觉得模糊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ESG的部分 去 对不起 去用那个SDGs的部分 因为它有很明确的17个指标 那就按照这17个指标 去看看我们可以贡献的地方 那这一块我也想要再问一下我们的赖副院长 对于您来讲 因为我想17个指标 老实说我们也不好在这里 一个背下来 但是对你来讲 原则上这17个指标 刚才有提到说跟CSR 就是那个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一块 那这17个指标也可以做一些呼应跟对应吗 谢谢主持人 其实在高雄科系大学 那边科系研究中心 已经在执行环境教育很长的时间 那台湾从100年以后 环境教育法通过 那大家对环境就非常重视 那其实环境教育它有八大领域 后来就如同刚刚提到的说 其实它就进阶到这个SDGs 永续发展目标 那当然在整个很多 在这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企业 我想走得很快 过去在走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那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非常多 有人去做公益 有人去帮人家换灯泡 但环境教育也是这个CSR的一部分 所以有很多的企业 它去投资进行这个CSR 譬如说日月光的环保永续基金会 它就委托我们学校 对社区对中小学进行环境教育 来实施它的CSR 但我们说环境教育是CSR的一部分 但是CSR不等环境教育 因为CSR是很广的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这个永续发展 就是在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总要有个目标可以依循 所以才有一个 我们顾名思义 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这CSR可能就会follow 这永续发展目标 但是慢慢的 我们就会把它focus到 这永续报告书上面去 那当然这个做法是什么 其实联合国就会提出 用ESG这个方法学来提供大家做 那因为这个ESG它热门的原因 当然是很多 我可以举例说明 其实如果你不执行ESG 这个见解的话 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企业的经营状况 就如刚刚副院长提到的 过去企业重视财务 没有注重到市场的风险 这市场风险它也重视 但是它有一些人文的风险 打比方过去有很多环保事件 造成这个企业遥遥遇坠 就是它没有考虑到 这些人文的风险 那这食安问题也是 那因为它就无法用财务报告 来完全来显现出来 那当然这也是个 与时俱进的挑战 网络兴起以后 这个加上这个天灾人祸 企业不能只在乎市场 还有财务的状况 不然这个东西 这是谈的风险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 也是在国际上在倡议 因为市场在改变 市场改变以后 联合国跟国际大厂的推动 ESG的曝光越高 所以一般的民众 尤其消费者 他了解到ESG的重要性 消费者在购买很多物品之前 他会先看看这个 除了价格品质 还有这个服务之外 他也会注意这个企业 对ESG上的表现 还有歇傻的表现 那当然还有很多气候的问题 那我们待会 我们就待会再来说 好 太好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在这里 也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节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 ESG或者是SDGs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 也不妨就把它想象成 刚才我们在副院长提到的 就是说他企业的一个见解 他就是一个见解报告 所以永续发展报告书里面 他其实会非常多的面向去讨论说 这个公司他除了赚钱以盈利为目的以外 他有没有兼顾到他所需要肩负的一些责任 那包含我们刚才有说到的 比如说他有没有好好的去妥善规划 或者是他在采购的时候 他的一些绿色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使用 那另外就是说 他对劳工的权益有没有注意 对于男女平等 这边有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基本上 现在我们消费者也开始慢慢走向 我们不是看财报而已 甚至各位如果未来你要做投资 那你可能要看的是什么 除了财报以外 他有没有投入ESG 我也听说过 有很多的那一种基金也好 或者是要投资一个标的物的时候 他们会去看这个公司 他到底有没有善尽社会责任 或者是有没有投入到ESG 然后才进行投资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 未来蛮重要蛮重要的指标 那请各位听众朋友 就听我们接下来 微微道来 那接下来 我们可能会想关心一下 这个台湾到底有没有在做ESG 因为老实说 我们好像这个台湾 会不会大家觉得说 好像我们在推那个ESG 写永续报告书都在做文比赛 到底有在做真的做假的 所以我想在接下来 有一个题目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些政策 不管是企业面管理面 还是说我们在工程领域方面 看起来是有落伍的在推动 像刚才我们赖副院长 就有提到一个很明确的公司日月光 他们有在推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的台湾企业 因为看起来 如果说我们这些台湾企业 没有跟上ESG的脚步的话 未来或许 也会被世界浪潮给淘汰 所以这个也是可能 我们听众朋友关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 分别请两位跟我们分享 我们国内是怎么样来 推动这ESG的 好 那我回应一下主持人刚提到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政府 这个我们对于ESG 已经由出台了一些 这些的法令跟政策了 那比较环保的 那个气候变迁营营法 我想等一下就请我们 賴副院长再来相续说明 我来说比较管理面的这个 其实事实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的投资大众对于一个企业 他有没有注重ESG 写永续报告书 那其实我们的金管会 他最新的绿色金融的3.0 那个公司治理3.0的 永续发展蓝图 就有很明确的 在我们今年度开始 2023年 有六项的公司治理的 永续发展措施 是必须要做的 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讲 这个永续报告书这个东西要扩大 所以只要资本额 20亿以上的上市贵公司 就要开始编制这种 申报ESG报告书 那这个可以是 这种就是公开让投资大众 可以去看到 你的永续做得好不好 资讯透不透明等等这些 就可以查阅 那当然更细一步来讲的话 其实今晚会要求 因为他作为这些 上市贵公司的这些主管机关来讲 他就会要求说 你可能全体上市贵公司 就要设置一个公司治理的一个主管 好 然后呢 上市以及6亿以上的上位公司 这时候如果说你的董事长 跟总经理是同一人的话 那你就要有外部的这种独立董事 要进入这个公司 所以这个公司治理面 那6亿以上的上市贵公司 更重要要有这个英文资讯的揭露 所以也就是说 要资讯要更透明 让投资大众 不管是国内外的投资大众 都可以看得到 那当然资本额实收 达20以上的公司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财务资讯的揭露 就更加的这个重要了 那特定产业的上市贵公司 跟我刚刚讲的实收资本额 20以上的公司 就要这个编制 他的永续报告书 这就是永续资讯的一个揭露 那最后一个就是呢 我们说现在很多一化嘛 那今晚会是特别强 就是说这些新贵的公司 从2023年就是今年开始 股东会就要把这个呢 电子方式列为 行事绝权的管道之一 因为我们现在都可以透过 这个网路啦 然后呢电子化的方式 那就可以节省了很多的资本啊 然后交通的玩法啊 然后我们可以很简碳 所以更有效率 所以这些的当然就是说 那今晚会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他要求这些上市贵公司 有一定规模的 开始要做这些事情 那就是一个政府公部门的一个 法令政策的力道来推动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有力的push 就是希望说这些上市贵公司啊 或者是新贵公司 他们都是要follow在某一个标准之下 所以基本上我想 这个永续报告书这一块 然后有一个永续蓝图 基本上都是对消费者 或者是对一些投资人 一个很重要的保障 没错那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在我们高科大管理学院 我们有一个叫做跨领域智慧金融 这个研究发展中心 那我们的产学合作呢 就辅导我们高雄很多在地的这个呢 业者 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什么叫ESG 所以我们会辅导他们去盘点 企业ESG的核心 然后呢建立他们的一些机制 然后呢导入他们这个 永续责任的专案管理的这些做法 然后呢也可以训练 或者培训他们怎么样去撰写 他们未来的企业永续报告书 这个对我们企业界 如果说您不知道要如何下手的 这一块我想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特别这个资讯公开 然后还纳入了很多类似像我们的数位转型等等 把电子表决这种方式纳入 我觉得真的这个只要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道进来 我想慢慢的就会看到那个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想还是要再请教一下我们赖副院长 这一块您有没有来进行一下补充的在工程领域方面 其实这个ESG谈到工程就很细 那我们大概直接来谈一下为什么要做ESG 其实我们刚才提消费者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这个ESG是在揭露一些风险 那既然揭露出风险的话我们就要降低风险 那揭露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最大的就是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 那我们去好好做这个ESG的见解 事实上可以帮我们降低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 打比方说在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书指出 气候变迁的经济停滞的风险远比预期更不乐观 那当然说我目前来看尤其在这个气候变迁造成的风险 那过去那个疫情所造成的风险 我想受影响的企业非常多 那当然如果这些企业他有事先做保险的话 我想他这个冲击就不会那么大 那当然这说我们需要去做这个相关气候的风险管理的时候 那气候所造成的损失的程度 那个应该是企业应该去重视这气候的风险管理 规划ESG来符合什么投保的资格 我想他有一些标准程序 ISO的标准程序 那你有这程序做完了以后 有这样的报告说 你才有办法跟这个保险公司 来谈怎么保险这个所谓的天灾的保险 那你这样子你的公司才不会受创 那当然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提升那个国际的竞争力 比如说在2021年 那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都会通过近200个国家 同意2023年减排45%的努力方向 那既然大家努力 我们虽然我们很可惜 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一分子 但我们都是follow联合国的议题 我们才能走入国际社会 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就许多国际企业 皆要求他供应链 虽然说我们很多企业 没达到刚刚副院长提到说 达到那么高的公司 但是他在供应链里面 他是B to B 他不是B to C 所以最后打比方的Apple 他要求他这一个产品 要达到多少的减碳 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去遵守 这样子的企业 不然他就不给予合作 大家比方说我有个学生 在我家工厂做一个化学制品 其实他们不需要 但是他们有做到Apple的一个工艺 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被要求 所以ESG的评分 他就会包含碳排量 和产品的碳足迹的一些细目 因此台湾的企业要去学习 怎么收集跟揭入ESG的资讯 我想这是非做不可 因为我们是一个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还有我们的风险也多 因为我们的地震 台风 甚至未来疫情等等 这都是我们的风险 透过ESG的渐渐 还有它的过程 来协助我们降低所有的风险 没错 刚才我们賴副院长 有跟我们提到风险两个字 各位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我们的ESG 基本上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盘点跟管理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在这里面方方面面 包含就是所谓的环境 所谓的能源 所谓的员工的福利 男女的平等等等 甚至公司的财报的透明化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需要盘点的 盘点完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风险 然后或者是做更好的投资 那其实在这里面 也会真的有一些状况出现 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多那个 我们的我们的企业组也好 或是我们的听众 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做 不用担心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大家 来帮忙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其实关于永续报告书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很多各方各界 会希望说一起来协助做的 所以千万不要担心 就开始就对了 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想要问的 就是说像台湾很多就是 我们像刚才我们内副院长就说 台湾是以出口回导向 现在最近有时候去接触一些 我们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组建厂 他们都会问到一个问题说 我这个碳会怎么样 因为不是他愿意 是人家要求他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想要开始投入了 那我们在这种近零转型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要怎么去执行我们产业界的ESG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日子 我们来谈一下怎么用生活一直到个人做到简单 我们来谈一下这些生活案例好了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小小的一个遵循 賴副院长你先好了 从我先 其实在台湾环保署这个地方 它已经提倡好多年 全民绿生活 ES基本全民绿生活 那从环境教育衍生观 那绿生活大概是从食衣柱型的角度 那食啊 当然我们只要吃鱼来讲 我印象很深刻 在十多年前到快二十年了吧 有一次经济部去开个会 所以就有一些NGO团体 就跟那个经济部次长说 拜托啊 以后阿扁不要再去开鱼鱼祭啊 请多吃四目鱼不要吃鱼 那这时候那个经济部次长就很客气的 就请教这个NGO的民众说 为什么要多吃四目鱼不要吃鱼鱼 因为鱼鱼是一个肉食动物 那这个四目鱼是一个草食性的 那如果说要产生一公斤的四目鱼的肉 假设他吃一单 十单位的这一个绿藻 那当然一公斤的鱼鱼肉 要吃十公斤的四目鱼 假设 所以他相对就增加了一百倍 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增加了一百倍 所以我们在食的使用上 但我们现在是强调说 我们尽量去蔬食 那如果说你要吃这一个肉食的话 请你要吃它比较直接一点的 不要那么间接的 要对环境的间接破坏 那比方说我们 我还印象中很深刻一件事情 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有个老师就来问我说 某M公司 那日本人说的 你觉得做M公司 对环境的破坏 你有什么想法 当然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在实施社会责任 已经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了 是 但是早年 在二三十年前 他可能 他们采购的牛肉 回到第三世界国家去 他们在采购这牛肉的时候 这些第三世界的民众 就没有环保医师 用放养的方式 那吃吃吃吃 这一个就变沙漠化了 所以我们无形中 也在助长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才谈到说 一个企业要做绿色金融 那一样的 我们在做采购的时候 我们要做绿色采购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采购物品的时候 要有绿色标签 那柱当然要绿建筑 当然这个绿建筑 我们都是已经那么老旧了 但是慢慢的 你能让这个里面的对流 各方面我想可以考虑 那十一 其实我们在排碳 在生活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物流的方面 人也要物流 所以你的交通 你要选择 比较环保的交通方式 或者是企业 可以选择很多 尤其疫情完以后 大家可以了解到 可以在家里上班 这也是一种福利 但是也是减少排碳 我想这个蛮助心 那还有采购方面 这个其实在公司里面 要订定一些 比较重要的采购方式 就是要符合这个标章的 去采购 那从十一住行 那还有一个预乐 预乐大概就是说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最好能住那 有环保标章的旅馆 我想这些都是 经由政府认证过 他一定 你去住进去 他一定达到多少的减碳 那最近 我才听到那个 因为在上个月的 应该四月份 有的四间 地球环保日 地球日 那那个 环保局有举办活动 那他委办公司 就说 賴老师賴老师 怎么办 局长要求我们这一个 活动要减碳 我说 这属于这是第三 范畴三的部分 那我说 要减碳总是要基础 所以我是建议说 刚开始你先做碳盘 了解你这样办一个活动 下来 到底哪个部分 是一个碳的制造者 那完以后我们再去检讨 从哪一块开始做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从 台湾的工部门 尤其高雄市政府 这部分 他还在思考 这个范畴三的部分 像我们最近的日月光 我上次他们执行副总 他们在想想说 他们的办公室怎么减碳 也是范畴三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开始 事实上台湾这个部分 也慢慢走在世界前面 大概我这样补充 我想我们真的 大家可能多少都会慢慢感觉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千万不要再认为说 你不要吹冷气 不要吹电风扇 这个节能减碳 是唯一的方法 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些绿色标章 那自己呢 也在舒适当中 也能够节能减碳 我刚才听到我们赖副院长 有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住旅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 你住旅馆的时候 旅馆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标签 上面会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不用一次性的那些牙刷 那些消耗性的物品 然后你自己带 那有时候就会跟你讲说 我是不是送你一个小小的迎宾礼 或者是说 你如果承诺说隔天 因为你要可能要住好几天 隔天不用进来打扫 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是旅馆要卡你有 我们把它想象成 这也是食衣住行预乐 里面的一个预乐的部分 我们在执行一些节能减碳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要再就叫一下我们的那个王副院长 有没有一些管理面的一个生活案例 其实回应一下主持人 还有刚刚我们賴副院长讲的 这些案例其实都都蛮好的 就是我们食衣住行预乐 可以注意到这个减能减碳环保 好 那其实事实上还有一些企业 他可以提供一些也是符合ESG的这个品项 让我们来选择 譬如说有些虽然说我们都在谴责快时尚的 这些的这个成衣产业或者是这个时尚产业 他们大量的制造了非常多这个样式新颖的 然后大家买衣服的这个频率次数就越来越快 但是这几年就发现到他们鼓励大家去把这个 还可以穿的这些的衣服回收 就是整理好给他们回收 所以我看几个比较大的 他们都现在有这种回收的机制 所以有时候回收这些的布料 也许他们可以拿去再利用 再循环利用 或者是他可以再做再次的使用等等这些 那有些美妆产品 其实在企业面来讲 他可以当然了 因为台湾的法律比较严格 那个美妆产品是不能二次装填 但是他有些的瓶罐他也是做回收 对 但是清洁剂 洗剂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拿去这个有些机器 可以直接就装填就好了 不要每次都买了一大堆这些的瓶罐回去 所以当然就是企业可以提供这些 可以让消费者选择是在环保 然后减速 减排 所以其实像说我们最近也常在推 这个洗食 或者是在地小农 其实事实上我们的食物的来源 真的不需要耗费很多的炭足迹的 从国外运过来 如果说我们支持在地的农业 在地的农友 在地的小农 因为就在地生产就最新鲜 所以就直接采购 跟他们采购 然后使用他们的农产品 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好 对他们也有帮助 不然所有东西都要 这个供应链又花了好多的能源 然后运输的这些成本 然后还要储存 还要分装 那才进到我们的餐桌上 所以这个炭足迹的其实就是说 如果说有吸食的观念 像现在很多的小学就推动 他们的英文银行午餐老师说 你一定要吃完 吃完了以后有一个标章 有一个奖品 让你今天达到多少的完食这样子 所以从教育的观念里面 跟企业愿意推动的管理念 其实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里面来讲 当然我们就说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认同这样的企业 我认同这样的理念 然后永续的一个生活形态 就是一个极小化的 自然资源的一个利用 减少这些的废料浪费 然后更重要的是像有些企业 他就说我这个是公平交易的咖啡巧克力 小农或者是在地的地方创生的 这些的产品 如果我们认同这种理念 那这种公平正义共生共荣 就是我们在讲ESG里面 S的那一块 社会人的那一块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 其实不是只有企业要实践 我们个人也可以实践 就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 我们选择的产品 我们支持的店家 然后我们的教育 然后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在相辅相成 努力的在推动这样子的ESG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我想透过我们两位的说明 各位我们已经把ESG把它大众化了 刚才我们好像一直觉得说 ESG好像是企业的事情 是你们工程师要来负责的 结果不是 十一住行娱乐 大家都可以来做 那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提倡一个观念 就是即食在地 就是你基本上 各位可能偶尔还是想要说去吃一下 吃到饱 可是有时候剩食太多的话 有点可惜 而且有一些人会觉得很聚心 今天没吃完 那我们就把它冰起来明天再吃 但是我们还是提倡 尽量那个洗食没有错 但是呢 今天煮完了饭 今天吃掉 不要再热了 热也是浪费 也是多一次的能源 那在地的观念更重要了 我们在地生产在地食用 又新鲜 然后呢 又环保 然后甚至说 在这个绿色的一个能源使用上面 能够 应该是说 对于能源使用会更好 那所以基本上就会更节省 那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来谈一下 我们过去 全球ESG的指数数量的一个成长 我看起来资料是讲了 增加了大概四成 独占我们这个凹头 这个看起来就是说 ESG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不知道 两位认为企业在执行 ESG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那我先讲 其实 企业要落实ESG 是很多挑战 但是 这个挑战 我们要 把事情简单化 简单到话说 能够做 有些事情太远 太缥缈的 也不好执行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 企业的资讯要透明化 是 就像我们在减肥一样 每天要棒体重 资讯要 所以自己要信任 要及时公开 其实台湾这几年 因为这个资安的问题 包括每天是搜 那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种信任感都没有了 那所以 我们对企业的信任在什么地方 所以它资讯的揭露 除了是对自己的了解 还有让一般的消费者 甚至所谓的利害关系人 的信任 那在信任过程中 当然 我们现在主要的能源 我们讲这个气候变迁 所以这个碳排放盘差 我想是首要要做的 我刚刚提了很多 但是这个碳盘差 但我们晓得 其实在台湾几个能源大户 其实都盘的差不多了 就我们所谓的范畴仪的直接的部分 那间接的部分 这些比较小的企业 现在也积极在做 那从我们个人 或是居家办公 这个范畴三的部分 我们要提出 事实上 我们以废水排放来讲 我们整个环境里面 有工业废水 有农业废水 还有都市废水 事实上 人排的废水是很恐怖的 事实上我们在十一住行面 所产生的碳盘 也是非常多 尤其我刚刚提到物流的部分 那当然这部分 如果你要进行管理的话 挖东墙补西墙 然后东节省西节省 然后了解这个数位化的管理 这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这数位化 现在我们台湾这个 ID产业是非常成熟的 我想这方面 可以透过学校 来发展这方面技术 政府也可以帮忙推动 是 当然了 讲来讲去ESG真的那么好吗 它的缺点是什么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 ESG大家在提倡 但是它的指标 评比的方式 很多元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事实上国家现在还没订定标准 那都是有几个 比较大的标准协会 给它颁发的证书 这个证 那因为它不亦落实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同一部分 那还是 所以是属于这个歇少的部分 那还有是台湾的企业 上还没有完整ESG数据 完整数据的资料跟知识 因为才刚开始而已 但是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因为台湾的企业 大企业相对比较少 都是中小型企业 过分比较小 所以你看一般 你看你现在一些年轻人 那创业这个小企业 小公司 一初期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ESG 纳入企业发展的考量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 一个小公司要开始 把财务照顾好就不简单 搞不好连员工的福利 都很难照顾 但是你开始 我们可以对一些新鲜人 或是学校的同学 先有他的概念 他虽然说他现在还没有能力 去做这些方面的事情 但他在经营过程中 他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那以后要落实ESG 还有转型的时候 才不会无法承担 你如果没有思考进去 加上那个成本会非常大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ESG 也要注意的地方 我大概做这样的补充 所以其实ESG 现在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落实上的一个小困难 那我想王副院长 也让我们知道一下 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挑战 好 那我跟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分享一个 去年远见杂志 他曾经做了一个2022 就是企业如果有设一个 永续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位的 高界管理人的这个职位的时候 那他们就发了问卷去调查 那收回来的问卷里面呢 这个ESG 对企业来讲ESG的最大的挑战就是 50%以上回答是说 因为呢 环保法规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 这个越来越严格了 所以企业要必须要做到这个 所谓的叫做法律遵循 这个legal compliance这一块 他们的挑战就越来越难 那当然就是因为企业不熟悉这一块 所以他们呢 有48.7%的永续长说 我们没有相关的人才 相关的组织来推动 然后呢 也有35.7%的他们回答的问卷是说 那他们要推动这个 跟原本他们的本业 这个呢 好像没有一个有效的策略来做link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内外部的资源 大概有三成 他们也是回答说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整合这些东西 是 所以像这样子对企业的挑战来讲的话 正如我刚刚讲的 他们就是会需要一些这个 专业的一些辅导一些协助 是 所以当企业重视这个东西设了一个永续长 但是呢 他的内部的资源 或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开始担心不知道怎么做 外部的法律遵循成本很高 但是内部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可以跟辅导企业来进行产学合作 来协助他们的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ESG这一块 各位听众朋友 我想也可以去理解 现在我们很有善意的在永续这一块 我们是希望分成三个大面向去努力推动 但是因为面向太广 所以也很难说 我就好像做什么就对了 没有这回事 那个面向其实是蛮广的 而且刚才我们的副院长也提到什么 范畴一范畴三 我们找个时间再好好来考验一下 那但是今天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说即使有设了这个公司想做 然后有这个永续长要做 但是呢 就会有很难落实的部分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做 这是要follow什么的 那个标准很多 当然我们现在有提供一个小小的解方 就是说你可以去先看一下 SDGs的一个指标去做 那但是呢 这里面还会跟我们的环保的法规 去做切合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环保法规越来越延 然后可能成本越来越高 也有一定的压力 然后再来就有一个 我们赖副院长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在那个小企业 他刚开始企业刚开始要做的时候 他完全是没有所谓的ESG 可是等到有一天做到某一个程度 已经很大了 那怎么办 所以人才培育也会是我们这一块 蛮重要的点 那幸好 因为现在大家呢 不管从十一住行娱乐 从企业界 还有从我们很多这些大型的公司 都开始去推行 甚至一些大型公司都已经做完 所谓的碳盘查这一块 所以我想非常 也非常高兴 我们台湾其实是走在一个世界的一个浪潮之中 我们并没有落后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 我们ESG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看这一个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推动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让我们能够长了一些知识 知道什么是ESG 那我们今天呢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再一次谢谢我们两位来宾 今天为我们讲到ESG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二呢 我们改时间6点10分 请继续收听我们前瞻的科技的 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